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學長總算要來開箱最近學長的新頭號 就是這個 這台磨豆機 是SAI的Mill-Rite 這台 非常棒的 有中階磨豆機的價錢 但是卻有高階磨豆機等級的一台磨豆機 可以看到 超帥的一個皮套 最近學長都帶著它去外面攀岩 幹嘛幹嘛的帶著它 那這家公司呢 它是一個美國公司 它做了非常多咖啡相關的一些濾杯啊 一些Tamper這些東西 那這就是他們家的招牌磨豆機 外觀部分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皮套 真皮的皮套 牛皮的 那它是做舊的嘛 所以你每一支SAI 其實不太一樣 那我非常非常喜歡它這個外觀設計 然後它這個可以這樣子帶著出去 而且放在桌上的時候也是超帥的 其實帥就完事了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討論一下風味 好 把這兩個扣環打開以後呢 這就是我們的內部 那麼可以看到皮套的裡面呢 有兩條這個勾槽 然後可以把我的磨豆機呢 安穩的放在裡面 捲起來的時候呢 是不會掉的 所以是非常安穩的 然後這樣子呢 可以把我們的搖壁取下來了 這個真的是超級加分的一項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外觀及使用吧 做基本的介紹 那這台SAI的磨豆機 它比較特殊的部分是 它的外觀上面呢 它蠻小巧的 可以上到尺寸上面不是特別的大 可以看我的一隻手其實就差不多握完了 然後我的兩隻手指頭呢 在握的情況之下幾乎是可以很好的抓握 90%都握得住 所以以亞洲人或台灣人或女生 我們的手來說呢 這台都是一個相對比較好握的一台磨豆機 所以它雖然沒有做防滑條啦 但是呢 因為它很好握 所以它實力程度也是不錯的 然後呢 來看一下外觀可以看 外觀部分呢 最上面有一個防跳豆的蓋子 那身體的部分也比較特殊 它有分三節 一般磨豆機就是兩節嘛 一般磨豆機就是豆槽 這是粉槽 那這台是比較特殊的分三節 最下面這一節呢 是一樣 是我們的粉槽 上面這一節呢 是豆槽 但是中間呢 我們可以把它拆開 可以看到 我的外刀盤 這很特別 很多人都沒辦法看外刀盤 都拆不掉 但這一台呢 它特別設計一個中環的 讓你把外刀環整個卸下來 然後可以清潔它 就是設計上面是蠻特殊的部分 它的研磨的調整呢 也是一樣 從下半部 跟傳統的是差不多的 這邊從下半部轉開 它研磨的手背範圍非常的廣 最細到商用意識 手動意識 然後一直到摩卡壺 紅吸 手衝 甚至於到杯側跟冷炮 都沒有問題 所以幾乎是所有器材的研磨度 你都可以達到的 就是直接旋轉就行了 那以學長來說 如果有商用意識的話 可以再細一點 可能15格 12格 商用意識 那如果你是家用意識的話 20格左右就可以了 那摩卡壺大概是25格到30格之間 我的手衝大約是在50格到60格 可以看到它的range帶非常的廣 那幾乎每一個地帶都可以煮出非常好喝的咖啡 OK 那整體的研磨的效率呢 學長跟大家講 非常非常高 大概我剛剛測試了一下 如果以手衝來說 我大概20格的咖啡豆 25秒到30秒就完成了 是絕對是第一批堆的範圍 就是學長之前開的ACO或是Kinu 那個等級的都是30秒左右就可以完成 應該目前沒有其他魔鬥機能夠比這三台研磨度更快 所以是研磨度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的省力 至於為什麼學長晚一點點跟大家講 講刀盤的部分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要升級魔鬥機 從初階進到高階 或是你一口氣想買高階的 這一台的等級其實已經 無論是神力程度或是風味 它絕對有8000到12000的等級 所以目前以它不到5000塊的價位來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優質 那聽完了概論以後呢 我們來討論一下細節 關於它的風味以及它的內部結構 還有它的刀盤的部分 這是大家最想聽的 那我們就準備來拆刀盤了 那拆刀盤的部分呢 那這個部分同時也是大家清潔的時候的一個步驟 我們先把這個粉巢的部分拆卸下來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你要先拆這個中環也可以 要先拆你的刀盤也可以 都沒拆好 我們就先來拆中環 給中環 拆卸下來 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時候呢 可以看到外刀盤的特別 然後裡面是內刀盤 你就直接旋轉 旋轉開 你就完成了 然後呢 因為SAI自然魔鬥機 它的手臂範圍非常非常的廣 而且呢 它裡面有一個很強力的彈簧 所以你會發覺它轉開的時候的聲音 比較明顯 是因為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彈簧 這個我們待會一起講 可以 轉到最底 OK 就可以 就可以把刀盤卸下來 刀盤 這是內刀盤 然後這個外刀盤呢 稍微晃動一下 就出來了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彈簧 然後中軸是不能拆卸的 中軸是不能拆卸的 後面一個防跳豆蓋 清潔的時候呢 就是拿你的毛刷 OK 稍微呢 就可以清潔 可以做到很乾淨的清潔 拆卸其實很簡單 像你可能難得 可以把這個外刀盤也拆下來 好 把它清潔一下 然後呢 如果你是這個中軸裡面 想要清潔的話 如果你刷不到的話 可以用吹球 吹一吹 也是可以完成的 OK 好 OK 那我們就來認真來討論一下說 為什麼這台磨豆機 我給這麼高的評價 我們先來看一下刀盤 刀盤可以看到 這個是外刀盤 這是內刀盤 可以看得到 這個刀盤感覺好像是 比一般的磨豆機刀盤 再大一點點 那實際上它的官方數據呢 大概這是48mm 這是30mm 確實比一般磨豆機大上蠻多的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就知道了 好 這個是粒子 就是粒子大概是1880塊 不到2000塊的加微袋 這個高CP值的磨豆機 在這裡可以看 它的刀盤 內刀盤就插了整整一圈了 蠻明顯的 那以規格上來說呢 SAI呢是48mm 那粒子C呢是38mm 就插了10mm了 那其實目前各個高階手搖磨豆機呢 確實有慢慢的往比較大一點的刀盤的方向前進嘛 譬如說像最近開箱的 Arco也是高階手搖 還有Kinu他們的刀盤是一樣的 都是高階手搖的刀盤 他們的外徑大概是47-48mm左右 那跟這個是一樣的大小 然後內徑都是32mm左右 那連粒子他們的高階機就是X-Lite X-Lite呢 他也是用42mm的外徑的刀盤 也比這個更大一點 大蠻多的 所以現在的趨勢來說呢 比較大的刀盤呢 也是會帶來一些風味上 以及神力程度上面的一些優勢 可以看到這個是相當大的 但是我們可以來回想一下 剛才跟大家講嘛 其實它的整個機身來說 其實並不是特別大 但是呢卻搭配了一個很很大的刀盤 所以這點在設計上面還是蠻迷人的 那材質的部分 它是用不鏽鋼 然後鍍鈦的這種增加硬度的方式嘛 那大家其實蠻喜歡鍍鈦的 鍍鈦呢 它會讓我的刀盤的硬度再上一層樓 所以呢整個風味的銳利度啊 香氣都會更好 OK 然後包括它的酸甜質 學長覺得這支魔鬥機的酸甜質 真的非常非常的優秀 而且層次感做得非常的清晰 我們自己測過了幾次啦 這個刀盤呢 我們覺得已經有跟C400PK 甚至有時候看個人 有些人覺得C400香一點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這台 已經完全沒有輸C40 或者Kinu這個等級的魔鬥機了 可以說它是CP值非常非常高的 OK 這是刀盤的部分 除了刀盤它還有其他的秘密 第二部分我們現在講中軸的部分 中軸是大家比較少探討的 但是我們看到SAI呢 一來呢 它用了一個很粗的中軸 這是粒子的中軸 這是SAI的中軸 比它粗了很多 OK 所以比較粗的中軸 它可以提供比較多的穩固的基礎 所以我在研磨的時候 是可以比較省力的 而且比較穩定的 那第二部分呢 是關於它的中軸上面 它有做這個 做一個刀紋 OK 做一個勾槽的部分 一個挖一個勾槽 那這個勾槽呢 其實可以看到刀盤上面呢 也有挖勾槽 OK 所以呢當我們在研磨的時候 可以放進去 被發覺後 我的刀盤跟我的中軸呢 它是百分之百的密合柱 所以這種設計呢 在我在轉動我的搖臂以後 就帶動我的中軸跟我的刀盤 的時候呢 我的力量可以百分之百傳達到 我的刀盤上 這樣子旋轉 刀盤上 因為它中間沒有縫隙 所以可以更省力 也更有效率的進行研磨 所以這為什麼 SAI可以當第一梯隊的原因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的磨豆機呢 它的設計是這樣 這是中軸 然後這是刀盤 它其實呢 它本身是 刀盤是會旋轉的 那它到底怎麼做工呢 它是利用這個 下方有個刻度盤 刻度盤上面有個卡榫 這個卡榫呢 可以固定住 我的刀盤 卡榫固定住以後呢 我在轉中軸的時候 刀盤就會跟著轉 但是呢 這種設計本身呢 因為它的固定 是靠這個刻度盤 這個盤 所以我在轉的時候呢 其實我的力量的傳導上面 是會有一部分消耗的 你可以看 我轉這個中軸的時候 其實我刀盤跟中軸 它是有點間隙的 所以我在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比較容易 我一用力 我的刀盤其實會比你晚一點點 才失利 所以無論是你的手感上面 扎實度 尤其是研磨的扎實度呢 會差蠻多的 然後以及它的效率來說 需要更大的力氣 需要更長的時間 那這個是普通的磨豆機 那所以SAI這個設計呢 我就覺得 非常的有道理 尤其配到一個 比較大刀盤的情況之下呢 我的力量呢 可以百分之百的傳達到刀盤上 這點非常的棒 然後第三個秘密呢 就是關於它的彈簧 彈簧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般來說 我要決定我的研磨度呢 靠的就是說 我兩個 內刀盤跟外刀盤 它的間隙嘛 對不對 那怎麼控制這個間隙呢 就是利用這個彈簧 撐住我的內刀盤 所以呢 如果我的彈簧力量很夠的話 我在研磨的過程之中 尤其是越硬的豆子 其實我的刀盤會很吃力嘛 在研磨的過程之中 如果彈簧力量夠的話 就可以讓我這兩個的間隙呢 晃動變得更少 晃動更少的情況之下 我的研磨度就會更均勻 而且呢 也比較省力 所以呢 它就搭配了一個非常硬的彈簧 為了確保我的兩個刀盤的間隙呢 能夠密合得更好 它的控制更好 那可以看到 一般的彈簧大概長這樣 然後呢 這是SI的彈簧 可以看到無論是尺寸 還有它的力量來說 都差非常非常多 OK 所以呢 利用這樣的比較強壯 比較粗勇的彈簧呢 搭配刀盤 以及它的中軸 就可以形成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 一 我的刀盤硬度非常的夠 不鏽鋼度 太 而且你的刀盤比較尺寸比較大 二 我的吃力 可以靠著中軸中間的勾槽 完完全全的表現在我的刀盤上 第三 我的間隙的調整 我可以完完全全利用我的粗壯的彈簧來撐好 讓它的間隙呢 比較不會有晃動的問題 就可以確保更好的力鏡 那以上三點呢 就可以讓我的SI的這台磨豆機呢 表現出非常好 非常均勻 風味很清晰 尤其是特殊風味的清晰程度 我真的覺得是高標的表現 OK 那這個也就是目前其他磨豆機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未來大家磨豆機應該會越來越厲害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理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OK 好 那我們把它組裝回去 好 這個是我們的豆槽的部分 那剛開始呢 我們先把外刀盤先裝上去 這邊有一個兩個卡的地方 就把它放回去 OK 就是固定住了 然後呢 把它的豆蓋搖臂先插上去 這樣才能放刀盤 那接下來呢 把彈簧放進去 把你的內刀盤 順著它中軸上面的刻紋 放進去 然後中環 鎖定回去 然後刻度盤 豆回去 這刻度盤大家可以發覺 它要懸進去的時間是蠻長的 主要原因在的是呢 這一次的SAI它的設計上面 它用了非常多的 研磨的刻度 分的非常非常非常多 一般來說這個刻度盤 地質的刻度盤呢 是12段 那SAI的刻度盤是18段 所以它就可以確保說 它在更細節的部分 尤其在濃縮部分 它的影響會特別的大 手沖可能還好 但是在濃縮部分會差別特別大 所以它用做了一個非常 需要調整比較久一點點的 這個刻度盤 轉到最緊的以後呢 那我們就轉開 轉開50格到60的就是手沖 那你也可以轉一次 一圈18格啦 所以可以卷3圈左右 就54格 對一下 好 我現在對到1 這樣半圈 這樣就1圈了 然後呢 這樣就2圈 好 這樣就剛好3圈 所以如果你對圈速的話很快 就54格左右 大概跟我手沖的研磨度差不多 我當然用50到60之間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它的研磨速度 看手感 好 我們放20顆的豆 OK 19.2 好 再放個4-5顆 好 20.0 然後呢 放好以後呢 把這個防跳豆蓋放進去 然後搖臂放進去 然後開門按下去 最開心的 好 可以看齁 其實 它的 因為握感很好啦 然後 它的 整個刀盤的 力量的 給予 是很直接的 不太會有 抵消的 所以整個摸起來 非常的舒服 很省力 好 好 磨完了 27秒 好 大概沒有東西 27秒左右 OK 所以呢 目前來說 學長以省力 以及效率來說 的前三名 學長目前玩過這麼多摩托機 前三名 就是 SAI KINU 跟ARCO 這三名 那他們都有類似的特質 就是中軸很粗 然後呢 刀盤比較大 然後 以及它的力矩的傳導比較好的 那這個 可能也是未來 一個手磨的趨勢 因為我們越做越省力了 那SAI這台摩托機呢 無論是它的整體設計 包括它的外觀 以及它的 刀盤 中軸 彈簧的搭配 刀盤本身的規格呢 也非常的好 然後均勻度帶來的風味呢 就是已經可以上到 8000到1萬2之間的等級 所以呢 學長覺得這台摩托機呢 真的是一台很棒 很優質 而且CP值超級高的摩托機 OK 好 那今天關於SAI介紹就到這邊為止囉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在底下留言 喜歡的跟大家聊天喔 掰掰 拜拜